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以下这些移民和签证申请都可以使用加速审理了 那这方面呢,大家知道UICS美国移民局在今年早些时候 2022年的早些时候呢,有这个公布这方面的消息 说要扩大加速审理的范围 就在前两天呢,移民局又有了更明确的消息 讲到怎样扩大,比如说怎样收费 然后加速呢,大概是多少天,像这样的情况 稍后呢,我们这个视频呢,会展示一个表格 然后会显示一些具体的信息 比如说有哪些类别可以使用加速审理 其中有的是15天,有的是45天 有的是标准的2500美元的费用 有的呢,略少一些 我们会有这个table显示更明确一些 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总结和讨论一下 以及相关的策略 那简单来说呢,大家知道 目前为止,能够使用加速审理的呢 一般是I140和I129的申请 主要呢,是和工作相关的 什么样的呢? 比如说职业移民的I140申请 包括雇主支持的Perm 基于Perm的140 还有什么呢? 还有EB1A和EB1B的爱药思路 这样的呢,可以加速 那么什么样的不能加速呢? EB1C和NIW此前不能加速 这个也没有什么道理 那么移民局呢,相应的最近呢 做出了改变 EB1C和NIW呢,原则上可以加速 但是还有一些限制 大家可以看到,表格上也显示了 很多这个加速呢 现在还是只有提交了相当时间的 现在才能够追加加速的要求 你如果最近交的140申请 或者是现在想140和加速一块要求 那么还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移民局也考虑到 积压了很多申请 如果现在要是都允许一下就加速呢 那么可能造成一下都rush in的 这个加速可能处理不过来 但是既然移民局已经说了呢 那么我们相信呢 这个范围还会继续扩大 以后呢,NIW和EB1C的申请 处理时间会大大缩短 那么以后呢 这类申请可能就都可以用加速 那么这方面还是有很多优点 比如说呢,如果你自己或者配偶 出生在中国大陆以外 那么用NIW呢 大家知道呢,也就没有排期了 但是呢,原来NIW和EB1AEB1B比呢 还是有缺点 因为你交了140要等好久 对吧 那现在NIW以后要是能用加速呢 这方面的问题就没有了 即使要等排期 你如果140先批了 你也就可以比较放心的等待排期 对于未来的这个规划啊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除此以外呢 大家知道此前能够用加速的呢 是I129申请 主要是工作签证类别 包括H1B,O1,L1等等 那么现在呢,加速审理呢 说关于对I539和I765 也可以使用加速 可以扩展到这些类别 但是呢,现在还没有实行 那我们这个表格是哪里来的呢 是来自移民局的内部消息 或者说呢,是来自这个I907表 就是加速的这个表的相关信息 那么大家看到呢 这些申请能够使用加速 现在已经放到表格里面 那么正式实行呢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们预计在今年2022年的晚些时候 I539和I765的申请呢 就都可以使用加速 那么这些申请包括哪些呢 I539是在美国境内 转换签证身份 具体来说呢 比如说我用B签证入境美国 然后我想转成F1 或者呢,我想转成F2 H4 或者是O3等等 Dependent签证身份 或者我原来用H1B工作 我现在想去上学转成F1 那么都可以用I539 这样呢,还是给大家申请人 带来很多便利 因为以往啊 比如说我想在美国境内 转成学生身份 这个很麻烦 因为你交了以后要等很久 半年多甚至更久 那就耽误了开学 耽误了上学 那么以后呢 如果这类申请能够用加速审理 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给大家带来很多便利 比如说我用别的签证入境美国 但是后来我想改成学生签证 或者家属签证 那我就可以提交I539申请 并且呢,用加速审理 在较短时间内得到结果 注意呢 目前有一类申请 还不能够使用加速审理 是什么呢 是B2延期 比如说我到美国旅游探亲 访友用B签证 那么B签证六个月到期了 我想办延期 目前还不能用加速审理 所以审理时间还比较长 提醒大家注意 那么除了这个I539 这些申请 还有一个哪一种能够用加速审理呢 就是I765 I765呢 是公卡的申请 那大家知道呢 你和485一起可以交765 除此以外呢 那OPT F1毕业以后也可以有I765 对吧 还有呢 这个一定情况下 H4 也可以有这个EAD 然后呢 L2或者J2 也都可以办理 或者是有这个工作许可 所以呢 每年啊 实际上申请EAD的人非常多 另外呢 如果你关心时事 关于所谓DACA GIMERS 他们也是用EAD 在美国 这种EAD申请 实际上呢 根据移民局发布的统计数字 差不多是申请人数 最多的一类申请 就是要在美国取得工作许可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可以办理工作许可 包括有人办政治庇护啊 或者是别的等等 那么因此呢 这个765能够加速呢 也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便利 所以呢 如果说我有一个工作在等着我 我想要尽快开始 那么765能够用加速审理呢 会有很多方便 那么回过来总结一下 EB1C和NIW 很快就可以使用加速审理 但是还是有一些限制 目前不是所有的EB1C和NIW 都能用加速审理 但是我们估计呢 过一段时间 这个范围还会扩大 然后呢 I765和I539 就是转换身份 以及申请公卡 这些呢 也可以将要能够用加速审理 已经出现在移民局的表格里 但是呢 目前移民局还没有正式公布 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实行 我们预计会在今年以内就开始实行 所以总体来说呢 我们看到这些还是对申请人有若干的便利 你要说缺点呢 那就是另外要付钱 这一点呢 我们经常也对客户提醒 坦率的说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 你要是说的直白一些呢 那就是很多地方呢 他要考虑到这个钱 当然这个移民申请嘛 好多说也有fee waiver等等情况 不能说资本家也有人性 然后呢 但是这个 所以但是 从另一方面嘛 在工作的时候吧 就是说在这个申请 移民申请 那有好多东西呢 移民局还是要收费了 从另一方面呢 办理的移民申请 办理的签证申请 也给个人在事业上 在career上 得到了更多的发展 这样呢 也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对吧 虽然呢 看起来比较直白 但是可能比相对比较虚伪的 光讲道德 讲奉献 大家都讲奉献 都不要钱了好了 对吧 那这也不可能 对不对 那这是题外话 所以总之呢 就是说很多人很关心 加速审理 什么时候开始 包括哪些范围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 过后呢 如果有更多的重大变度 我们还会给大家更新 好 谢谢